嗨 您好 我是凯西 今天您过得好吗 吆喝了几个月的房产新政终于靴子落地了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各方对新政的讨论呢 已经发酵了两天了 那今天呢 我准备带大家到奥克兰最贵的300万街区 亨尔贝去转转 咱们边看景边聊聊刚出台的新西兰史上最严房产新政 新政出台以后呢 首当其冲 最受影响的就是房产拍卖 这两天拍卖现场观望气氛呢 很浓 但是也有一些买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敢在3月27号新政实施前入手 说个昨天的拍卖情况吧 Mountain Albert一套全新的装修三房Unit拍卖价是71万 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实惠了 新政后另外一个很明显受影响的呢 就是汇市 新政一出台 市场就调整了利率的预期 这反过来呢 又是给纽币带来了下行的压力 新政出台当天啊 纽币就一条大阴线下来 跌幅达2.02% 昨天 也就是新政第二天 继续下跌0.42% 今天收盘呢 虽然微涨0.22% 但是还没有收复昨天的跌幅 其实在上周啊 咱们的财长就已经开始放分了 他说这个新政呢 将是持续长期大胆的干预行为 现在看来呢 的确是挺大胆的 现在工党啊 除了面临经济和疫情压力 最主要的呢 还有住房危机 最近支持率的下降百分之十几个点啊 也说明了解决住房危机问题啊 迫在眉睫 工党从之前的房产保经济 到现在的房住不吵 像极了国内这几年房地产走国的路 那为什么大家对这次新政反应这么大呢 一个就是力度大 出乎意料 还有就是所有这些变更啊 政府这次只给了三天的过渡期 几乎是立即执行 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 那这次的新政呢 主要有六个方面的举措 第一是投资38亿纽币用于加速住房供应 第二是政府将额外提供20亿纽币贷款 以增加土地收购资金 扩大土地规模购置 增加住房供应 第三是扩大学徒计划 提高建筑业的建设能力 第四是提高首次购房补贴上限和房价上限 第五是消除了未来投资者的利息可抵扣的漏洞 并逐步淘汰现有的住宅投资方式 第六呢 是明线测试时间从五年分贝到了十年 其中后三项对个人来说呢 影响比较大 首先是提高首次购房补贴上限和房价的上限 他提到独立购房者的收入上限呢 从85000纽币涨到了95000纽币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购房者的收入上限呢 从13万纽币上升到15万纽币 这一调整呢 将于4月1号起生效 同时呢 如果申请这两项福利 对所购房产的价格呢 也是有要求的 在奥克兰呢 房价的上限就是从 625000纽币上调到了70万纽币 反正我看这两张表啊 我真的是有点尴尬 这是最新出炉的REINZ的 二月份的奥克兰房价中位数 奥克兰最便宜的地区呢 是 弗兰克林82.7万 帕帕库拉是82.2万纽币 那70万在这两个地区呢 应该可以买入门级的unit 或者是在市中心的老公寓房 当然了 如果新政导致房价下行 那就可以买到更好区域的房产了 那在开始我也提到了 昨天Mountain Albert的全新新装修 三房的unit呢 卖到71万 那对于首次购房手来说呢 似乎机会越来越多了 那这次新政影响比较大的呢 就是明线测试 和投资房贷款利息不得底税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明线测试 这次新政呢 是把明线测试从5年延长到了10年 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房子是非继承房产 而且呢 又不是你的主要的居所 从3月27号开始呢 也就是这周六你获得的房产 如果是新建的房产的话 就是还是维持之前的 这个5年的明线测试 如果不是新建筑房呢 就要适用10年的明线测试 值得一提的是呢 是税务局表示 财政部顾问团队呢 此前给出的建议是 是将明线测试延长至20年 但是税务局呢 拒绝了这个建议 也就是说 现在出台的政策呢 还是协商后的结果 那随着工党政府将明线测试延长至10年呢 新的计算系统也就取代了旧的计算系统 旧系统只定义房屋室或者不是主要居住房屋 而新的系统呢 会允许房屋持有时间 精确算出多久是主要自主房 不需要征税 那多久又算是投资房需要征税 这意味着在未来10年内出售这套房产的收益部分 都将缴纳33%和39%的税 这可比之前说的15%的资本利得税要多得多 所以国家党呢 认为新政实质上是在变相的收取资本利得税 当然了 之前的资本利得税呢 它是适用于所有房产 而现在的这个政策呢 只适用于投资不足10年的房产 其实这个政策明显是针对投资者的 效率远远大于资本利得税 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呢 为了避免10年的明线测试 将有更多的人购买新建的住房 实际上呢 政府可能并不是想打击用于出租房的投资 而是打击短期的房产投机 那如果你本来就是打算长期持有 并且把你的住房投入到租赁市场 那这条新政呢 对你的影响可能不大 只是你要在投资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到你是否能够持有10年 否则呢 就有可能支出额外的赋税了 所以这个对资金并不充于投资者来说呢 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 会明显的压制投资性的房产 同时对房东来说呢 房产上市呢 就会更谨慎 在打击了投机的同时 也会对供应产生影响 那这次新政的最大招呢 就是取消未来投资者的利息可抵扣漏洞 并逐步淘汰现有的住宅投资方式 这对当前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呢 可谓是腹底抽薪了 而且这个时间表啊 定在10月1号 其实在周二政府发表住房政策之前 财政部和国税局都建议政府不要取消投资者 从其租金收入中扣除抵押贷款的利息 但是呢 结果就是这样 新政还是来了 那根据新政呢 3月27号以后购买的房产呢 从10月1号开始就不能进行利息抵税了 如果您在2021年3月27号之前购买了房产 利息贷款呢 仍然可以抵扣税 但是呢 这将在五个未来的财政年度内呢 逐步的取消 到2025年4月1号起呢 利息抵扣税就为零了 那政府一直说之前的利息抵扣这款是漏洞 政府的逻辑呢 是在之前的政策 投资者在计算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 可以将利息部分以及其他的费用 比如说地税和保险 来抵消租金收入所需征收的税款 但是呢 对于首次购房者和其他自住者来说呢 就没有这块的税收优惠 那投资者在购置房产上呢 就比首次购房者呢 就有很大的优势 更容易取得房产 侧面推动了房价上涨 那取消对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呢 就会让投资者和自住者在购买房产上更加的公平 另外取消利息税务抵扣呢 肯定会使一些投资者的现金流吃紧 特别是那些借贷较多的这个投资者 结果就是要么偿还贷款 要么套现退出房产市场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 一直以来房地产市场投资呢 是可以利用高杠杆融资的 去年取消RVR限制前呢 最高可达到5倍的杠杆 甚至在房价快速上涨时呢 还出现过不需要出任何首付 完全靠杠杆贷款来投资的 所以政府认为呢 这是房地产投资者的优势 也是近一段时期呢 房市快速上涨的决定因素之一 随着5月1号 RVR逐渐限制到60% 那投资者呢 还是可以利用到将近两倍的杠杆 但是取消利息抵扣正在出台以后呢 投资者就不得不考虑 要多增加首付部分 税务成本 还有地税等一系列的成本 这让这些投资者呢 对投资房产变得会更加谨慎 这一组组合权出台以后呢 对某些人来说呢 很明显 房地产投资呢 在现阶段也许就不是最好的投资产品了 那我们来说说最近在新政的影响下 各界对房产未来走势的预判 或者也可以说是新政后的众生项吧 那新政后呢 房地产的走势呢 就会变得扑朔迷离 我们先说肯定的部分 有两点是肯定的 一个是官方的现金利率呢 还是会维持在比较低的位置 随着房价的放缓呢 经济的复苏可能会更加缓慢 为了释放消费刺激经济 官方现金利率上涨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现在呢 大概在0.25% 未来一年呢 都可能维持在这个水平 那第二是 因为新政中新建筑房的明显测试呢 还是五年 所以投资者呢 将会把目光更多的投向新建筑房 那咱们再来说说不确定的部分 也就是各界对房产未来走势的判断和一些看法吧 那首先就是观望派 新政呢 肯定是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有影响的 那有不少投资者呢 肯定会观望一段时间 新政呢 会让零散的投资房产这一块呢 没有之前那么有利可图了 房产投资者呢 也会更加的谨慎 然后就是下跌派 Westpac的经济学家提到呢 在新政前我们就已经预计房价增长将在今年下半年放缓 因为我们预测抵押贷款利率将上升 新政的事态发展表明该预测存在更加重大的下行风险 可能导致房价下跌10% 那ANZ的首席经济学家呢 也提到 新政增加了房价下跌的风险 很难实现软着陆 现在房价实际会下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随着房价放缓 经济复苏也会变得缓慢 拖累通胀上升 有下跌派就有上涨派 有新西兰房地产评论员呢 就预计新西兰的房价将在未来6到7年翻一翻 还有呢 就是租金上涨派 新西兰现在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租房 在奥克兰呢 截止2020年9月的一年里 每周租金上涨了9纽币 几乎没有变化 那2020年底呢 奥克兰的平均租金是每周595纽币 新西兰房地产协会预计 由于未来无法利用房贷利息抵税 房东大概率会上调租金以抵消损失 还有一波呢 就是请愿派 请愿恢复出租 贷款利率 抵扣和取消明线测试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真的挺难的 去年一年 整个新西兰房产上涨了22.8% 新西兰呢 已经是经合组织中房价最不可负担的国家 连前总理Bio English呢 都吐槽自己的孩子希望买房 但是房价太高了 只能再等等 但在新西兰呢 却有大概15000人持有5套以上的房产 而且去年40%的房产呢 是被投资者买走了 一边是没房住 租房门 另一边是多套房产占的盆满钵满 贫富差距加大 这肯定是政府不想看到的 这一次政策呢 是一揽子的长期政策 而且很明显呢 是导向首次置业者 重拳打击投机行为 房价如果真的能下来呢 对支持率 对国家稳定也会起很大的作用 那这次新政出来以后呢 有不少的反对声音 那我们再看看总理是怎么说的 总理者先打击表示呢 这一住房计划将增加住房供应 消除投机者炒房的动机 这是一揽子紧急和长期措施 将增加住房供应 缓解市场压力 并使首次购房 更容易 更容易 有人问总理房价 是将明显测试延强至二十年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我感觉如果说 房价还是往上走的话 后边有可能会出更大的招 我们的财长呢 也已经表示储备银行将在五月 向政府报告可能引入的债务收入笔和仅付息贷款的限制 如果央行真的限制银行提供仅付息贷款的话 这将是对投资者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那这些政策呢 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些投资者呢 后期有可能会被套牢 如果这样呢 可以肯定的是高杠杆房地产投资的时代即将结束 房市将大幅降温 这次的新政呢 有人叫好 有人说太冒进 其实比新西兰房产涨跌更着急的是呢 新西兰的经济状况 那上周呢 新西兰统计局就公布了GDP的情况 2020年新西兰GDP下跌2.9% 最后一个季度呢 GDP下跌近1% 2021年3月第一季度GDP极大可能还是负数 新西兰正在经历第二次经济衰退 这次新西兰市的房住不炒新政以后呢 会对个人对经济产生哪些影响呢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为了方便您的观看呢 我会把视频各个部分的链接 单独放在说明栏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我是凯西 希望您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